八十二 《名報》 木蘭先輩族真假無定論 2015年7月12日中國A17話你知傳眾千古的木蘭辭出自宋代國茂善所編 惡虎詩集 詩中描寫了花木蘭女扮男裝 代父重君的故事 然而對於木蘭其人其是眾說紛紜 歷史上究竟是否真有其人 有的話其故事又是否屬實 押金尚無定論 根據內蒙古科技大學鮑頭醫學院歷史系教授 將季年前的考證結果 花木蘭大約生於公元412年 儘管為先輩族人 他們在北魏聖武皇帝時期 從今日的內蒙古自治區東北部 千句到陰山一帶 至於木蘭慈恩與丹慈爺娘去 無宿黃河邊及丹慈黃河去 無自黑山頭等描述 不論地理、環境、環視路程方面均與事實相負 網友稱 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莫過於五湖亂華 五湖紫的士兇奴 鮮卑、揭、薑、底 另有學者經過考證 認為木蘭姓毅 有的說姓宋 而多數人認為姓花 有的文章考證木蘭是先輩族性 因而斷定木蘭是先輩族人 所以來講解用的文章 對了 光河邊和貽木蘭還是其他人 已定木蘭是儷秀的主要 甚至看一部門用的文章 已定木蘭是先輩族一個代表 而不是有的文章 適合人點木蘭是真忘詞 太不章了 而是在這個文章